今天是芒盒的一次拆到爽 因为都是从不同的店买过来的 然后为了给大家一次性 让我自己一次性拆得爽 所以我就把它攒到了今天 一起来开一个拆芒盒 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都是辣椰形成的吗 好小心 今天可以穿这个衣服来应援一下 它这个系列比较有趣的地方是 它这个外面的壳 它是可以把它踩下来 然后做为一个 你看像这种厨房的一个小背景 那些都是可以踩下来用的 我可以给大家拆一个口 来组装看一下 反正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餐车 在哪里图片 这个图片 二号图片 然后它就有一个柠檬茶 然后一个小小的餐车 然后它送一个迷迷的铺子 就看你们要怎么去布置这个厨房 我们现在来拆一个比较 大的 这种可能拆起来就这样好了 好粉色很爽 好已经全部拆完了 然后呢这一盒呢 它名字叫晚安小心 所以大家能看到每一个 整个这个顶的 都是一个晚安的一个造型 这一套就特别适合放在我的卧室里面 啊 期待 这一盒是蜡笔小鑫的新点 它是有隐藏款的 就是不知道我今天有没有这个愿气 可以抽到它的这个隐藏款 啊 怎么有这么可爱的 哈哈 我想真的 你看这一盒里面也很好看 妈呀 也太好看了吧 我能看到我们会 iemand哇 évenn태 吃帮鱔的时候把它放出来 煎蛋的时候把它放出来 吃蛋糕的时候把它放出来 好好笑 吃什么配什么 很可惜啊 就是我的运气还真的没有那么的好 没有错这个隐藏 但是没有关系 其实我今天有准备一个很 哇塞的礼物给大家 这一套是一个 蜡米小新的电影院 那未来让大家可以体验到跟我们一样的乐趣 所以我特地准备一盒 就是到时候大家可以去问我评论转发 然后我机会抽一下 抽中一个幸运 外面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剪下来 作为一个电影院的一个背景 我希望就是抽中他的那位朋友 他可以比如说把这个 就是 组装起来这么多拍个 我看我的影片给我摆认图 让我知道你收到了我的心意 好吧 OK 今天的盲盒 就拆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抽盲盒中 就是找到一些拆盲盒的乐趣 然后呢就是好好地 用心地去布置你的小房间 你的小家庭 耶 下期见 拜拜